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美洲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今天投票通过了一项 1.4万亿美元的政府开支法案 目前这项开支法案有待参议院审议 并提交总统签字 预计这将结束政府面临停摆的风险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 凤凰美洲新闻 欢迎回来 参议院周二通过年度国防政策法案 把2020年的国防预算定为7380亿美元 总统特朗普已表明将签署法案 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在2020财年 为国防开支拨出7380亿美元 比2019年增长2.8% 其中6584亿美元用于国防基本支出 755亿美元用于海外捐事活动 并包括筹建第六军种太空部队 国防部人员将获加薪3.1% 是欲10年来最大的胜负 此外在民主党人争取之下 联邦政府职员也将获得12周的有薪亲自驾 汇集约210万名联邦员工 彭博社援引四位政府官员报道 总统特朗普计划参加明年1月底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知情人士透露 财政部长努姆钦计划跟特朗普一起出席论坛 2020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将于1月21日至24日举行 报道指出论坛将为特朗普提供一个在2020年大选前宣扬经济政策的机会 鉴于2020年特朗普将把重点放在竞选上 预计这将是特朗普在大选年为数不多的外访活动之一 今年年初在美国部分政府机构停摆期间 特朗普决定取消出席达沃斯行程 此前在2018年的论坛上 特朗普鼓励国际企业增加对美国的投资 并重点宣扬了他的税赶方案 众议院将于18日就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条款进行表决 在此之前有关通污事件的消息持续发酵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指 特朗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 接受纽约人周刊访问时表示 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约万诺维奇 妨碍他从乌克兰方面取得 关于前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的资讯 认为约万诺维奇将会使相关调查变得困难 所以要撤换他 约万诺维奇今年5月遭撤职 之后由美国外交官到国会作证时说 相信朱利安尼是撤换约万诺维奇的主要推手 报道指朱利安尼的言论是首次有人说出 约万诺维奇遭撤职与调查民主党的工作有直接关联 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 中国在10月份减持了8亿美元美国国债 是连续第4个月减持 但持债规模仍然超过11100亿美元 而日本则增持了222亿美元美债 并已经是连续第5个月取代中国 成为持有最多美国国债的海外经济体 而中日两国持债规模相差 扩大至超过660亿美元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特朗普的前竞选经理马纳福特 上周在监狱因心脏病突发而住院 他此前因财务和其他罪行被定罪后 被判处7年的刑期 他原定于周三出庭 但他的律师被告知他不会出庭 今天马纳福特的商业伙伴李克·盖茨 被一名联邦法官判处45天监禁 缓刑三年 盖茨承认帮助马纳福特 在乌克兰的多年游说工作中 隐瞒了7500万美元的外国银行账户 他对串谋和虚假陈述的指控认罪 并同意与检方合作 此外盖茨还将支付2万美元的罚款 并履行300小时的社区服务 在三年缓刑期间 他将被允许在周末复兴 民主党第六轮也是最后一场辩论 19号将在洛杉矶举行 最终有资格出席辩论的 7位民主党参选人中 华裔参选人杨安泽 是唯一一位少数族裔 杨安泽本周表示 如果前副总统拜登赢得民主党初选 他将会考虑成为拜登的参选搭档 杨安泽透露 近期拜登主动与他讨论了 自动化进程对美国就业率的威胁 以及拜登对未来工业化 取代劳动力的关切 这令他感到非常欣慰 显示出拜登吸取了他的观点 而如果是其他候选人胜出 并邀请他成为竞选搭档 他也会认真考虑 以帮助民主党战胜特朗普 目前杨安泽还是所有 民主党候选人中 筹款增长最快的候选人 西雅图市郊一辆货车16号晚 撞入商店 造成11人受伤 其中包括一名2岁儿童 设施的白色货车撞进商店内 四周散落着玻璃碎片和其他杂物 当局说一名女子在商店偷窃后 登上接应的货车 试图离开现场 但货车先是撞上了商店前一辆汽车 之后撞入商店 货车也撞到在婴儿车上的 一名2岁男童 男童和另外两名男子伤势严重 全部11名伤者已送医治疗 目前货车司机因涉嫌吸毒被捕 而刑切的女子也因早前的通缉令被逮捕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布的初步估计 本季度迄今为止 至少已有1300人死于流感 根据分析 至少有260万人患流感 2.3万人因流感住院 疾控中心已经收到10名儿童死于流感的报道 比一周前多了4名 目前流感在处阿拉斯加以外的所有州 均有明显传播 美国东部和西部流感情况更为严重 23个州有广泛的流感活动 当前流感活动主要是由B型流感病毒引起的 根据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 而这一病毒对儿童的影响尤其严重 疾控中心还表示 在一些地区 甲型H1N1流感病毒与其他流感病毒的比例 也正在上升 当局呼吁 年龄在6个月以上的人都要接种疫苗 商务部周二发布数据显示 全美11月新屋建设数量再次上升 11月开始按季节调整的 年率建造的房屋数量为137万套 比10月增加了3.2% 而11月建筑许可的申请量 也增长了1.4% 至季节性调整后的数字为148万 上升到12年来的最高水平 此外上个月单户住宅的建设 增长了2.4% 而新公寓的建设数量增长了4.9% 有分析称两组数据显示了美国房地产市场反弹的迹象 联储会的降息导致抵押贷款利率下降 目前的30年期利率几乎比一年前低了整整一个百分点 经济学家预测楼市的反弹将继续 有助于支持明年的经济增长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PSTV US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